2020全国高尔夫小明星公益邀请在24 25号两天是在花莲的高尔夫球场节目 特别的是50多位参赛选手有5万多块钱的报名贝 将作为秀林乡三站小学推动高球运动的基金 而在比赛前夕主办单位花莲县高尔夫球委员会也举办了捐赠典礼 把募款所得132万元还有各项高尔夫器材 捐给县内有15所国高中级小学 期盼花莲县内高球重点学校可以齐心来协力展现基层杂根的决心 花莲第一次办理的2020年全国高尔夫小明星公益邀请赛 24 25日两天在花莲高尔夫球场节目 邀请50多位来自全台国高中级小学选手报名参赛 选手各自在高温炎热天气卖力灰感角出漂亮成绩 而特别的是这次邀请赛将50多位参赛选手的5万多元报名费 作为秀林乡三战小学推动高球运动的基金 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规模和成绩 我想我们会逐年的办教训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假托到修复 请其他的小学生一样来共产盛行 我们花莲有史以来第一次办理的一个全国的小学小明星的公益邀请赛 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由办比赛 然后来帮花莲做一些高尔夫推动的一个募款 那我们邀请了很多国小的全国各地的小朋友 来这边参加这次的比赛 那比赛人数大概有52位左右 那所以我们莫到了5万多块钱的费用 那这个全国的费用都捐赠给三战国小来 当作是高尔夫的推动的基金 那目前我们花莲总共下场打球的小朋友大概有8位 那这一次的成绩应该是花莲有史以来 小朋友团队上成绩最好的一次 感谢高尔委会的黄冠青黄主委 以及杨昌宾杨总干事 在这次的活动这么尽心尽力的来筹办 那我们再在一个花莲球场协办单位的这个角色呢 我们就要提供最佳的场地 给所有的小朋友能够体验 这个高球竞赛的压力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好的场地 给小朋友们那个尽情的来发挥 比赛前期主办单位花莲县高尔夫委员会 也特别举行捐赠仪式 张募款所得新台币132万元及各项高尔夫器材 均给县内15所国高中及小学 共有9所学校校长亲自出席 期盼秉持大手牵小手的概念 在县内高属重点学校齐心协力 展现继扎根的决心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 请在播剧场上